上个月的最后一天 文学城推了一篇文章到我的手机上 题目是再不改变 我们将迎来中国对美出口管制的世界 这体现了人们 目前对中国观察的两个极端 这是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是 这个极端 是建筑在西方对它出口 先进半导体的基础上 中国所有能够在国际社会中 比肩美国的先进的行业 它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今天的和平环境 能够尽可能的长 这样无论是通过西方对它的出口 还是它绕过西方的管制 能够进口到的芯片 来帮助它在所有目前看起来蓬勃向上的行业中 能够跟美国竞争 甚至在竞争中 不落下风 那么面对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充分的 讨论一下 现在的现实 到底是什么 有极端的悲观 也有非常盲目的乐观 但是归根到底是一点 整个国际社会没有完全摆脱 对中国的依赖 很难主动的进行切割 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整体中国的韧劲 大家知道中国给人感觉的这种韧劲 来自于哪吗 其实它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共产党把自己的组织 把自己的成员 或者叫团伙成员 扩大到无限大 我们都知道 苏联时代 非常庞大的共产党体系 达到了人口的10%以上 直到苏联解体 它有一千多万的党员 那么它主体民主中 实际上一亿多一点 即便是在明确的感知到 俄罗斯 俄罗斯族 在整个苏联的框架下 人口并不占长久的优势 所谓的主体民族在萎缩 但它始终在扩大它的党 其实它的党 有很多个总书记 都不来自于俄罗斯族 比较著名的 像我们知道的斯大林 来自于哥鲁吉亚 赫鲁晓夫 来自于乌克兰 中国今天走的也是这样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成员 从我们已知的几百万 通过它不断的执政 无限的放大 到现在它的党员接近一个亿 这样就牵扯上了所有的中国人 中国人口无论你相不相信 也就十亿左右的规模 那么一亿党员意味着什么 就十八岁以上能够住党的人 六七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党员 这也就意味着 即便你本人不是党员 你的上一辈和你的晚辈 完全有可能是这个党的成员 那你的七大姑八大姨 那就更常见了 所以只要你生活在中国 或者曾经生活在中国 甚至你就生在国外 但是你的亲友图谱中 共产党员的存在 是百分百的 就如同我们身边癌症患者一样 现在不是你的亲属中 有没有人患过癌 而是有多少人患过癌症 那么第二个问题 是中国人已经 成平几十年了 中共建政以后 对外战争比较大一点的 你有印象的 韩战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对于对印度自卫反击战 七十年代末有一个 这个对月的自卫反击战 然后你还看到过战争吗 即便是前两年跟印度人拿石头跟棍棒进行的战争 现在也结束了 双方都在争议地区撤兵了 撤来撤去很简单的道理 是吧 中国在往后吞 为什么他会往后吞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他想集中拳头 打向另一个方向 尽可能解决后顾之一 不要在战争打响的时候 还跟其他国家保持有可能进入战争的状态 那么中国社会中唯一没有争议的 是所谓的统一祖国 这在中国内部 是完全能够形成共事的 所有有形象于 让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 能够融入国际社会的人 毕竟是精英中很少的一部分 所以麻烦就来了 中国内部在维持一个顽强的稳定 但同时他们又在统一祖国的这个问题上 形成了一个相对的合力 整体中国社会的认禁 实际上是基于平民对权力的让渡 和平确实太久了 大家不愿意打破这份幻想 即便我们知道它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那在今天的中国 还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吗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 难度很大 所有我们能预测到的坏的都会发生 而整体中国社会 不太愿意 主动打破目前的这份灵境 即便它给我们的感觉不是很好 但事实上 维持中国到今天为止 没有出现问题或者太大问题的 其实就在于认禁这两个字上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 中国好像会有很长久的改变 即便是衰败也是非常漫长的 我实际上想告诉大家的不是这样 目前的这种平衡是非常微妙的 人心就像奔着一个弦一样 缩断就会断 断了以后就会很坚决 每一次中国内部的变化 都是人心的丧失 而所谓的社会上我们讲的民心 是吧 民心的得失 是很难衡量的 它很难被衡量 当它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你就会面对 被迫你要面对的一切 这些东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都不是新闻 我们在过去的历史中看到过 我们在今天能够感知到 这个中央正在丧失它的威权 所有中央的顶层设计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都有不断失败的例子 每一次中央威权的丧失 都会导致地方上出现强人政治 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 哪一点 是最终 能够一锤定音的 一个地方性的 可能一个不太大的群体性事件 就会瞬间 燃爆全国 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 今天你看到的这种韧劲 实际上并没有你想象的 那么有力量 整体中国社会的变化 往往就是在一瞬间崩塌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